另外在桃園市中壢区有一名中古车商 他触面控诉他收到了一张乌龙罚单 他被罚了2700块 但是他就认为说这上面的违规照片 为什么从一开始的是白色的四门轿车 然后在转弯的时候竟然变成了五门车 原来违规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车 那他去调用了行车记录器画面 也证明说自己没有违规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张罚单呢 上面还附有这两张照片 那原本车主还以为 是不是这个检举达人刻意来变造检举 不过现在警方承认了 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疏失 这张罚单是远警执行的时候进行举罚 误值了两辆车的照片 对我们民众来讲 收到罚单但心情不好 收到罚单前已经乖乖搅完 但仔细一看让梁先生好傻眼 五张违规照片 里面竟然有两张根本不是自己的车 罚单照片仔细检查 准备转弯的时候 还是员工开的白色Vios四门轿车 怎么转过弯之后 变成五门的白色Yaris 两台车根本不同款 笑称啊我换车了吗 事发在桃園中立环中东路 一月三十一号上午十一点三十九分 这张员工被开了一张闯红灯罚单 罚了两千七百元 还被计违规点数三点 但调出行车记录器 同个时间点对象来车众多 驾驶等了整整两分钟 通行时灯号是绿灯 确实没违规 那罚单到底怎么来 红单上写着民众检举 原本以为是有心人士 移花揭幕刻意为之 但中立分局坦诚罚单是远警 不小心误职 警方坦诚作业疏失 已经主动撤单 不过两台不同的车 行经时段不同 竟然被当成同一台开罚 没违规吞罚单 也让车主相当无奈 华丽新闻无权人杨超成 蔡正敏 桃源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